大家好,这讲我们将讨论一下圆与圆的位置关系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几何上圆与圆的可能位置关系 那么这儿我们有一个很fancy的图 这个我们来看这些大圆和这个小圆的关系 那么两个蓝色的圆它们相交 那么它们相交它们几何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是说第一种如果两圆相交 意味着大家可以看这一段是R1这一段是R2 那么R1加R2是大于它们第一的 就是说如果两圆的半径的和大于它们两圆的距离 那么这个两个圆肯定相交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 如果它们是相切 那相切的情况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一段是R1 这一段是R3 第二正好是R1加R3 就是说当两圆是相切的时候它们的半径的和就是等于它们远心之间的距离 好最后一种是所谓的相离 那相切什么意思呢 可以看这一段是R1这一段是R4它们两个加起来还没有这个第三大 所以相比的时候是两圆半径的和 是小于它们这个远心之间的距离 好那么我们其实已经重复的看到了这个技巧 就是说我们把一个几何问题画作点和点之间距离的问题 我们一旦画成了把一个几何问题画成了点之间距离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摆放到一个指导标系中 然后用代数的方法来解答 那么在这儿我们将用同一个方法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说我现在有两个方程 第一个圆的方程是X方加Y方 加2X减8Y 减8等于0 第二个人方是X方加Y方 减4X减4Y减2等于0 那么我们要来判断这两个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关系 好我们第一步 就要把这两个圆画成标准标准式 那判断标准之后我们才找到两个圆的圆心 我们才找到这个它的距离 应该这么说 第一个方法我们先来看 假如我们不用任何几何知识 不用任何几何就是我们知道如果两圆相交 那么它的另一个的含义是两圆相交以后它有两个交点 就这两方程连离应该会有两个解 如果两圆相切 就是这两方程相交只有一个交点 如果两圆相交 如果两圆相交 就这两毛相交没有交点 好那我们先用这种法来硬算 那么我们把这两方的连离 上下1式减20 方法1强算 那么得到的结果是6x减4y减6等于0 这样就得到x减2y减1 减1减1减1等于0 6x减12y 第一个方程是2x加8y 所以这个方程是2x减4 所以这里是这样 那么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式写作三式 6x加12y减6应该是 我们把这个三式带入到 我们把三式带入到一式的方程中 那么我们通过化简以后 我们最后可以得到的结果是 y方等于1 那么 y方等于1就意味着它有两个交点 所以我们可以求得它的交点的方程是 它的方程是 负1和3 那么这时候因为有两个交点 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是相交的 好 我们用第二种方法 就是我们看一下几何意义 那另一个几何意义 就是它的半径和原形间距离的关系 那么我们先把这两个方程 把这两个方程写成标准式 那么第一个方程是 第二个方程是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这个圆 它是一个 圆心在 负1 负4 半径是5的正元 这个圆 它是圆心在 22 半径是根号10 那么我们来求一下它的圆心间的距离 那D就等于 2-1 的平方 是两个圆心 X坐标的差的平方 加上 2-4 的平方 那它是等于 三方 加六方 根号加45 那么我们再算一下 R1加R2 R1加R15 加根号10 那么 D和R1加R哪大呢 那么 简单的话就是 我们把这两个都平方 那D方等于四数 R1加R2的平方 等于 三数 加10 根号10 那么这样就容易看出来 是R1加R2比较大 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一减的话 10 根号10 减10 这是一个大运数 因为是R1加R2比较大 我们看到 根据我们第一条性质 那么这两元就是相交 因此这两种解法 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但是相对而言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使用 更多的几何的直觉 把几何知识 和树形结合的思想 结合起来 那解法会更快 谢谢